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点小知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那么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来到山东烟台出差 大家看到 好像山东这边 大家看这些房子 包括什么河柏 东柏 大家可以发现 什么周本山老家那些地方 大家可以发现 他们这里的房子怎么不高 不像我们江西湖南浙江福建那些地方 都是两层牢高 各位每个地方风俗不一样 因为他们这边呢 其实里面比外面舒服 它里面有炕有地暖 你像我老家也可以空调 不肯空调就冷 因为太高了嘛 就是每个地方的风俗 其实每个地方啊 它有它风俗的道理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重点知识 就是说这个 我们知道阴仔和阳仔有个叫裁减法 比如说阴仔 很多人故意把下属杀 对不对 把青龙白斧把它修一修 像那个 像广东福建那边 就很多 那么其实这个还是有它的道理的 叫阴阳裁减法 那么阳仔怎么裁减 其实这个 古代人为什么开四盒宴 你看 包括他们这边都有宴子 你看 左右两边 他们都有宴子 其实你看 大家看到这个外面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是这个宴子 那么宴子 那么我们知道 宴子 我们看看它这个地形 我们看这个地形 来 看这个地形 你看这个地形 这个地形 你看是不是上面高 上面高 对吧 你看下面低 你看 这个下面低 你看下面低 这个下面是低的 下面低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 这个 你看 这是什么 右高 左低 那如果说我们怎么样 像它这个地方 它这里搞了个车库 那么就反了 按照来讲 它车库应该在这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它先 我们先 这个东西先不用罗盘 这个地方 因为它什么 右高左低 那有地 无地先看下壁 下沙收金盐头水 而生买进四间田 这是杨公奖的最起码的姿势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右边高 左边低 那么我们怎么样 就要把 就要把下面 下手沙 这个地方是下手沙 那么这个地方下手沙 按照理 这个地方怎么样 就漆个尾墙 那么这里 其实这个地方怎么样 可以怎么样 第一个这个地方可以摘树 第二个地方可以把这个墙 把这个墙啊 给它 给它 给它漆高 那这样的话 下手沙它都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裁剪法 希望这个姿势呢 对大家有帮助 互相学习 谢谢大家